58同城中甲,座谈会绿城老总跑鲁荣宇小蛇如黄天津帮逼走赛尔吉,58同城中甲收关战,梅州客家主场成功阻击绿城,让冲超大热的绿城将中超入场劝拱手交给深足,比赛刚结束绿城领队荣宇就和主教练赛尔吉在场边爆发激烈冲突,内部矛盾招然若揭,这或许就是绿城攻败锤城的根本原因, 与梅州的赛后,赛尔吉暗示绿城隐员不利,自己排兵不振受干扰,这使得绿城领队荣宇成为焦点,甚至在反途的后机厅,不少情绪激动的绿城球迷,也针对这两点对荣宇进行言辞激烈的质问,面对绿城球迷的质问,荣宇翘蛇如黄大发委屈,表态,所有隐员都是赛尔吉圈定,自己没能力干扰教练,对于球迷对他的不满也大为不解, 本赛季绿城引进的内员包括李清灿、范百群、朱海威、徐小龙都属天津帮球员,他们到绿城之后出场很少,对于冲超贡献甚微,相反却拿着队内顶心。 以李清灿泪利,到绿城不久就因抽烟,喝酒被塞尔吉祭用,但他却是拿着队内内员顶心,这不免让绿城清训出身的球员不满,少做分析,塞尔吉作为外籍教练,并不了解国内球员,怎么恰巧引进多名天津帮球员,而且都是荣宇经纪公司欺下球员,再退一步,即使塞尔吉圈定这些球员, 为何不给他们机会,无论怎样都说不通,至于干扰塞尔吉排兵不振,荣宇没这个能力,作为领队荣宇只是,塞尔吉与俱乐部高层的沟通桥梁,如果明知塞尔吉受干扰,而荣宇不加赤指,只能说明这种阻力来自更高层,而荣宇的直接上司就是绿城总经理天津帮力造者交凤波, 今日,绿城组织球迷开展座谈会,意图澄清原委,缓解矛盾,但令人失望的是,作为主角总经理焦凤波竟然指到,期间面对球迷激烈的质问竟选择跑路,不免让人失望,冲超势力塞尔吉与天津帮的矛盾已经爆发,调和几乎不可能,可以肯定都是双方不会再来年继续合作,至于谁去谁留,塞尔吉本赛季的表现值得称赞, 球迷更希望天津帮能离开绿城 对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